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直看我视频 他身边确确实实有一个秘书是跟我有联系的 但是这个人好像是杭州本地人 但是不是我们老家的人 但是最近可能我搞不清楚 可能袁家军应该身边人不够用还是怎么回事 我估计袁家军是身边的现在的人 不太够用 把我们一个盛州老乡调过去 把我们一个盛州老乡调过去 这个人叫什么 叫袁伟胜 这个人原来在哪 原来可能在浙江省政协 浙江省政协什么办公厅副主任 现在调到袁家军身边 做那个省委副秘书长 具体什么岗位可能还没安排过 就是专职副秘书长 专职副秘书长等同于什么呢 基要秘书吧 他可能没有明确具体到哪 比如说到这个省政策研究 省委政策研究室 做那个主任 或者是省委办公厅做副主任 或者是什么 那个做比如说 做那个编委会主任 这个都有可能 这个原来呢 比如说是省政协 那个办公厅副主任 等同于政厅是政厅 政厅级 一起巡视员 但是呢 他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三类厅的政厅 三类厅 你很简单吧 如果 如果那个 到了原家军身边 职务安全量肯定上来了 我对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对这个人一点焦急都没有 什么 我刚刚跟我妈 我刚刚跟我妈 FaceTime了一下 我妈说有个人在 我说谁啊 她说我哥也在 然后我姚泽厅原来的那个 姚泽厅原来的那个秘书 前段时间也去过一次 姚泽厅原来的秘书呢 现在可能在省人大 浙江省人大 人大委员会 我估计现在还最多是个 我估计现在最多也就是个政 应该我 我做视频对他应该有影响 我估计是个副厅级杠 一个二级巡视员 政厨呢 一定是以上了 原来 那个姚泽厅在的时候 就证出了 姚泽厅死了 都要了年了 都去年了了 副厅级我认为是上去了 我具体我也没问 这个是我 我蒋朝辉 蒋朝辉的同学 我妈妈大哥的 二儿子的同学 我所知道的 袁家军是一直看我视频的 那么袁家军 那个委托浙江省委 那个 副秘书长 跑到我家里去了 这个现在的人已经走了 现在的我哥 我哥在 那个今天 那个下午 做了大概 做了半个小时 那个 他说 姜老师 我妈不认识 他说 我省委 他说 什么事 他说 那个领导 委托我来看看你 他说 我是一中毕业的 后就 前面 我妈都不理他 我妈 再怎么样 也不理他 我们家不缺 这件 东西呢 反正拿的比较多 一眼看看我就知道 他说 我一中毕业的 我妈就把它放进来了 我妈呢 是79年 我妈是那个 79年到的 盛州一宗 原来是在 中爱乡中学 在一个乡中学 我妈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外公是右派 外公右派呢 我妈呢 就是被外婆的 这个盛州市棉房厂的 一个工人领养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有三 有两个儿子 三个姐妹嘛 三个姐妹就把小儿子 小女儿给扔了 小儿子呢 后来领回去了 外公一转 这个一平反 就领回去了 我妈呢 是一直养在 那个三界镇的 所以我妈 另外有个名字 三界帮原来 盛州三界帮都叫我妈 叫镇就像 官尔郑 郑成功的 郑菊花的菊香 我妈有两个名字 另外一个名字 叫蒋小顺 所以啊 中共其实对我们家 不是也没有了解的态度 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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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瑜啊 朱继的干部啊 叫我妈叫 菊香 郑菊香 那么 袁伟胜 这个时候去看我吗 我不知道 我估计是 真的是袁家俊的意思 真的是袁家俊的意思 第一个呢 我出来 我出来做视频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量 但是呢 枝江新军被我压得死死的 就枝江新军啊 被我压死了 你可以看到啊 你可以明确啊 就是我的视频 发酵以后 我自称当朝驸马以后 20年以后 其实没有过多的高级干部啊 得到精神 没有高级干部得到精神 彭家学 陈一军是必须上的 那个徐文光跟胡海峰啊 我一定是帮徐文光的 胡海峰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吧 胡海峰啊 你你他妈的能给我 能给我点实惠 是吧 送几个苹果给我吃 这个苹果你看颜色都变了 都变黄色了 你看 要扔掉了啊 这个呢反正是个道具啊 是吧 这个那个 送几个苹果给我吃 我还 我还有助我消化 是吧 但是那个 徐 那个徐文光的脸 那个是实打实的 那是实打实 好吧 原家军啊 应该其实我的 做视频对原家军是有利的 对于原家军在这僵執政 绝对有利 好吧 这个我们可以明确说 就我 我做视频啊 对于这个 原家军啊 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是吧 他可以很好的 准治之江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之江 浙江的这个干部 上不去 我是有一定原因的 很多的浙江的干部 啊 到不到好的位置 像这次啊 你 其实陈金标最恨我了 陈金标啊 应该说 对我是 应该有一定的 这个 对我应该有一定的恨意 陈金标这次 上不去 很奇怪 但是陈金标是必上的 如果陈金标不上 那他妈的后面的问题更大 啊 好吧 啊 但是呢 这个我 大家都知道 我口无遮拦啊 周江勇事件以后啊 很多就 我等于说官宣了 啊 周江勇的整件事 我等于说官宣了 好吧 啊 用那个 跟习近平搭过班子的 那个原浙江省省长的话 吕祖善的话 说 是吧 你看他视频就信了 啊 啊 原委生过去 这是蛮客气的啊 还是蛮客气的 具体的 我就 我不能 也不方便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原委生去了 啊 原委生可能在盛州一中啊 年年分比时 别人长 啊 可能那个是复读过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复读了两年 复读了两年 后来考的比较好啊 那个 我妈呢 我妈也没有都说我的问题 啊 就是呢 很简单 啊 我妈就是 啊 她说 你原来在一周什么呀 她说 啊 我还记得你 那个时候你很年轻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我估计早就不记得了 谁还记得 是吧 现在她儿子在大闹天宫 他妈呢 她才记得 是吧 我估计啊 他说 领导跟我说了句话啊 叫我来看看你 我傻了啊 他跟我妈 叫笑话啊 盛州话还讲得很溜了 啊 他说 领导来给你战斗 如果 我自己放得了 不知道从人 还是我皇子 这个 他说 怎么回事 他说 我都傻在那里 啊 然后后来啊 后来就理解 但我估计袁家庆也叫我驸马 是吧 否则他怎么会傻在那里呢 是吧 而我具体的细节 因为我今天 今天我家里人比较多啊 我爸爸的小妹妹也去了啊 银海不还没出来 银海不还没出来啊 我爸的小妹妹也去了啊 那个 呃 那个 那个 呃 呃 在说 都说定吧 呃 反正也 呃 有些事情啊 也 无所谓的事情 啊 那个谁啊 呃 那个 呃 呃 袁伟胜那个担任了浙江省委副秘书长 可能还没有官宣啊 你们自己了解吧 啊 你是 你浙江省委省政府有人 你就了解一下吧 好吧 原来在省政协的员 袁伟胜已经到袁家军身边了 好吧 大概再给袁家军做书命工作吧 那么这几天呢 是假期啊 书命工作可能就啊 书命工作就可能那个没有 没有什么啊 那你就回趟家吧 我估计是这么回事啊 国庆节嘛 也给一些人员一些时间啊 一些假期啊 除了生活秘书 而是那个 生活秘书是走不开的啊 像老赵的生活秘书没回杭州啊 我说你回不回去啊 那我没回去啊 像徐立毅的生活秘书 他是根本回不去的啊 徐立毅的生活秘书啊 回不去的啊 然后像那个 呃 楼阳生啊 施克辉啊 身边这些人都回不去的啊 生活秘书一年三天假 啊 一年三天假 啊 呃 这这个人我还真不知道啊 原来如果我打过交道呢 我一定有点印象 但是我这个人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啊 好吧 尹哥的房间 越来越充满腐败气息 哈哈哈哈 啊 那个 啊 那个 他说啊 那个 我看了一下啊 他那个发出了啊 两箱啊 两 这个一下啊 这个走入澳洲啊 那个给我发一下啊 这个狗年给我发一下啊 好吧 这个酒反正都留着啊 这个酒呢 我估计这个酒呢 我就就就不喝了啊 茅台呢 我现在已经已经啊 我今年初步是六十瓶 啊 今年我要存下六十瓶茅台 好吧 那这个呢 我将来啊 呃 有估计也没有什么特别吧 反正兄弟来的有好久啊 敌人来的有拳头 呃 呃 呃 袁伟生跟我妈聊了半个小时 啊 后来呢 我妈 呃 我妈那个 我妈也不是太上劲啊 因为因为第一次嘛 啊 不是太上劲 呃 其实这两天都很忙 啊 那个马伟光也派了特使过去 啊 马伟光啊 也派了特使过去 呃 绍兴市统战部部长 不是 不知道是谁 是红 是不是什么 什么红啊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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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绍兴市统战部常务部部长 啊 呃 呃 那个什么啊 是我那个妈妈原来的下属啊 现在的上司的那个呃 老婆舅啊 老婆的弟弟啊 黄文高 呃 现在甚至是第一中学要校长了 啊 黄伟峰的那个呃 老婆的那个 那个啊 那个 他是去了我家里好几次了 每个假 每个节日都去了 啊 然后呃 这个开会了啊 有的时候开会 你突然之间啊 觉得哎 我我怎么不讲内容了 是吧 啊 这个说明啊 黄文刚去过了啊 那现在的话 反正黄文刚已经到司法局了 但是听说是 这次是绍兴市委书记啊 委托啊 专门委托 啊 专门把他叫到那个 呃 那个书记办公室啊 他好像很激动 啊 他说你你那个 啊 驸马家里去一下 哈哈哈哈 你老姚的侄子家里去一下 稍微意思一下 是吧 我估计统战部也有点费用 啊 呃 所以我妈这两天还很忙啊 这等于说第一个是看我爸的病啊 啊 就我爸生病啊 呃 浙江省委绍兴市委都已经知道了 哈哈 去看一看老头子啊 这这个倒也是一种啊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照啊 你造反造的好啊 关照的你的人特别多 好吧 这个陈敏儿啊 这个酒已经在在那个墨尔本已经买不到的啊 啊 这个酒你有钱也买不到啊 呃 那个陈敏儿的那个陈敏儿的这个身边的的贴身秘书啊 那个委托那个冯顺桥啊 原来绍兴市市委书记啊 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吧 浙江省委秘书长吧啊 冯顺桥的这个秘书啊 他现在住在格兰啊 格兰威武里 啊 他是以私人身份送过来的啊 那个 呃 这个呃 陈敏儿的贴身秘书啊 他认识我 他认识我比老赵的生活秘书还要久 啊 他认识我有14年了 07年就认识我了 他说 我我我倒印象不深 我以为是09年的时候跟他认识 呃 有人家认识现在我知名度高啊 我网红啊 人家认识我造反的网红啊 我反共的网红啊 人家认识我 我不认识人家啊 他说啊 他说哥哥 他说 哎 兄弟 我给你准备两项酒 他说我呢 先样品先送过来 他说你喝那就别喝 喝就喝普通茅台一样的 这个酒呢 他说放收藏了 我说收藏就不收藏了 我把它做布景 我把它做布景 郑三杰也看我视频 郑三杰看我视频也很正常 好吧 郑三杰看我视频也很正常 好吧 这将官场文物 他说现在是 接下来是这个给我送一箱 这个给我发一箱 这个 这个给我发一箱 这个狗年啊 这个狗年 狗年他再给我发一箱 这个给我发一箱 这个给我发一箱 这个已经 反正市场上 已经买不到了的 这几天家里 还是那个 你滚你娘的拜登 看我视频 看什么 中文他也听不懂 是吧 习近平记也算了几个辈子 我每个视频都要问候一下习近平 确实啊 有些事情啊 我们还是要感谢郭文贵 如果不是郭文贵 我们不会上YouTube了 如果不是郭文贵 我真的也不会上YouTube 好吧 如果不是郭文贵啊 大家就看不到我了 好吧 老颜 老颜就叫了人去呢 无非就是啊 你这江的事情少说 我不可能不说了 是吧 我倒也不是说 给我带来多少实惠 是吧 袁家军应该给我平反啊 你倒不需要派什么 副秘书长过去 不是要派秘书过去 是吧 你应该重点清查一下 这个湖州市委书记 夏文心的问题 是吧 湖州市委副书记 夏文心的问题 是吧 袁家军是不是不好下手啊 碍于黄小猴 猴的辫子 好好查一查嘛 派这个浙江省纪委书记 许罗德好好查一查 好吧 你不要派这个浙江 这些 还是夏文心 盘上了王小红 是吧 袁家军不舍得下手啊 不敢下手啊 好吧 努力努力 把它弄掉吧 是吧 我对浙江没有什么仇恨 好吧 我呢 现在的想法很简单 是吧 所有的浙江新军 把鞭子抽到夏文心身上 我没想要搬 搬掉黄小红啊 我知道我这个是力不从心的 我也是 这个蚂蚁汉树 夏文心 把它搬掉 这个是可以可行的 是吧 我不会因为任何人 是吧 我妈已经跟我开过一次口了 因为那个绍兴市 原来那个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 宗教官局局长 黄文刚 我妈已经给我开过一次口 你不要看啊 共产党在那个推特上 在哪里 骂我骂得很厉害啊 我妈是退休的老师 我妈退休教师 我妈的那本中国护照 是被那个学校拿走的 他拿走呢 他是说 江老师你那个护照在不在 他说在 他说你交交到学校来 退休老师是不用交护照的 但是呢 他们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办法 什么个办法呢 我妈去当支部书记 我妈是盛州市教师 所有的退休教师 退休教师协会支部书记 大概一年多给他 一万两千块钱 这个护照收掉了 你哪怕不给他当 也是收掉的 他是我妈其实也是气 他妈的共产党呢 把他判了一年缓刑 这个就是他妈的 夏文心干的缺德事 夏文心这个混蛋干的缺德事 他判了一年缓刑 不是清除马小辉余毒 这个马小辉的余毒清不到 夏文心的时候 应该清除夏文心余毒 这个危害地方 危害地方 这你可以看出 孙力军也好 傅政华也好 其实傅政华任上的这些公安 是烂到了根 根部都是烂掉的 这些人啊 就是敲诈勒索 向于对于我这种人 就是敲诈勒索 现任的这些 这阳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毛善恩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如果姚泽厅活着 如果你哥没进去 他们不会对你下手 其实呢 理由其实也是我自己 自己那个时候的选择的问题 那一次年十月以后 我就选择慢慢往泰国靠了 如果我现在呢 还在一个商业银行呢 没人会对我下手 是吧 当然这是时也命也 性格释然 天生傲骨了 性格使人 这个感谢啊 感谢袁家军啊 这个在这个 中共切证的这个节日 中共切证的这个坏的日子 去看望一下我父母 我受之无愧 因为他们是中共党员了 扎扎实实的中共党员 好吧 强总当时 对你真的要负责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是 李强对我要负责 第一个呢 李强已经到江苏了 那个时候 李强已经到江苏 做省委书记了 然后呢 就是15年 15年 14年 李强那边呢 还是能去的 16年后来没去 16年后来肯定不会去了 16年我人自己人都在新加坡过年了 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当然啊 我的责任是 这个人情事故上 但是主要责任是共产党 你说李强对我有一定责任的 这句话可能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胡海丰对我是一定有责任的 周江勇说说好话 降级使用 周江勇要降级使用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傅政华我做了三个视频了 你还叫我做傅政华的内容 你自己看看去 好吧 好吧 周江勇我跟你说 周江勇身边有人跟我有直接联系的 好吧 没有我胡骏出的来 没有我你以为胡骏出的来吗 好吧 没有我胡骏现在还在里面 直接告诉你好了 好吧 不是我说破道明 周江勇现在的这个老婆出的来吗 还不想像他前妻一样关在里面 好吧 我跟周江勇的这个交情是你能比的吗 整个事 杭州市委 朱建民都没看懂 许明是看懂了 你懂吗 好吧 杭州市委 许明是看懂的 许明在那里暗暗 翘大拇指 这一手做的是对的 好吧 好 人在江湖不要哪有白道 混江湖 我们全凭一起 我是当朝驸马 蒋王正 感谢大家收看 订阅转发评论 点赞 我的频道 习近平和习办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视频 应该要求习近平出来跟我道个歉 习近平应该对我说 尹克我错了 我没有管好浙江公安 浙江公安 北京市公安局 习明泽 虽然你90后 虽然你去美国留步学 但是负债女还 天经地义 替付还债 不丢人 蒋王正 吹拉弹唱 18班武艺 除了吹不行 拉弹唱 17班武艺 那是样样精通 习明泽抓紧时间 鼓起影器来墨尔本 我们好好的在床 切瘦切瘦 我一定要你回来运回去 一定让你父亲 习近平做外公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订阅 转发评论 点赞 我的频道 拜拜